美國海軍公佈的錄影片段顯示 一艘伊朗巡邏艇週四從亞曼灣遭受襲擊的兩艘郵輪中的一艘船體上 移除了一個未爆炸的水下爆炸彈 其中一艘郵輪為挪威所有 另一艘為日本公司所有 這枚水下爆破彈是裝在日本郵輪上的 稍稍靠近已經爆炸的水淚,挪威郵輪被燃點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伊朗對週四發生在伊朗海岸附近 亞曼灣的兩艘郵輪發動襲擊其中一艘郵輪起火 蓬佩奧說 這個評估是基於情報所使用的武器 執行這種操作所需要的專業水平 最近發生類似的伊朗對航運攻擊 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該地區活動的代理團體 未有這樣的資源和熟練技能來進行這麼複雜的行動 這只是伊朗、伊斯蘭共和國及其代理人 針對美國及其民國的利益所發動的一系列襲擊中的最新一中 襲擊發生的時候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德克蘭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會伍 商討如何緩解華盛頓和德克蘭之間的緊張局勢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 伊朗對安倍訪問伊朗表示讚賞 從緩和緊張局勢角度來看 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去邊聊 selon北京 那些西方 你喜歡詞楽联系嗎 都有機構的